陈庚为何说,我虽是大将军衔,当年却是元帅八神器,说起陈庚大家都很熟悉陈庚,1903到1961年,原名陈淑康1903年2月27日生于湖南湘湘,出身将门其祖父为将军将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国家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优秀领导者新中国国防科技、 教育事业的奠基者之一,他是一个很有军事才能的将军立下战功,无数在开国大将中军功甚至比黄克城还高,但是在开国大将中,他只排在了第四位,这是为什么能成功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入黄浦军校第一期学习,毕业后留校任副队长,连长参加了平定商团叛乱和讨伐陈九明的东征, 后在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129师386旅旅长历经北伐,南昌起义,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朝鲜战争,为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汗马功劳, 其实陈更的军事能力是很强,的可以说和刘伯成有的一比,而且他还被毛主席指派参加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可以说他几乎参加了我军在不同时期的每场战争,在我军中是唯一的一个,按理说他这么丰富的经历,即使再成不了元帅,那也应该在大将中排在前列, 为什么会是第四位呢?其实在平定元帅时考虑的因素,是有很多的不仅只看资历或者战功他事,从这多年以来的战争发展情况和军队的人事变先来决定的,而且这些元帅都有他们的作用,如果有改动,就会失去某种平衡素欲的功劳是很高的,甚至比林彪都高 但是因为他是陈毅的副手资历尚比不过,而且陈毅已经是元帅了,所以他当大将是比较好的,而且第一位也是没有意义的,徐海东是第一只到达长征终点的军队指挥者,而且是这支部队唯一幸存下来的指挥者 再加上他资历身所以第二位是合适的虽然陈庚和黄克城战功都差不多,但是因为他在刘伯承手下而黄克城是在林彪手下所以只排在了第四位,不过陈庚也似乎并不在意 这些头衔他曾说,我虽然是个大将军衔,但是当年却是当元帅班神器统帅过两位上将和一位大将 他指的是1931年做红四方面军事二师师长期间,手下两个团长许世友与徐海东后来分别授贤上将和大将 另外还有一位小班长陈兴连后来授贤上将 两个团长 四榬는 七 八